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拜五那个水过来 就是那个鱼在那边跳了的 五点多了 看水 这个鱼太好要跳起了 然后早上睡觉起来 哇 这鱼先不死 平时那些鱼有人钓来吃的吗 有啊 星期五还有两个马来仔才钓鱼 钓了 然后走了五点多 那个鱼在那里跳discord了 数千只的鱼 投在河上面 这个是已经两天了 所以现在我戴着口罩 但是那个臭味啊都是 非常不能忍受 所以这里鸡鸣 你看他楼上的鸡鸣 都投诉 今天我来到已经开了照 已经交给了有关当局了 就是基伦坡市政局 还有那个 这个 第一我会叫他们尽快的清理掉 这些鱼的尸体 不要让发出啊 引发细菌 第二呢我要叫有关当局 调查了到底这个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么多鱼突然间死掉 就是有人放毒啊 或者是河水污染啊 然后对阵下药 避免再发生同样事 我们在这个现场 这里是在这个 这个甲洞拉麦达麦 太平河 工艺 其实甲洞河会只有一个河 叫做 孙埃哥罗河 这个是哥罗河 哥罗河 本来可以美化到 可以成为一个吸引人 在河旁 休闲的地方 不过你看 这个河今天 发展到是怎样呢 这本期见 没有看见 没看见 什么 没有看见 没看见 没有看见 这本帖子